欢迎回来非凡大探索 这个阶段我们节目带你来到 苗栗院里来品尝小吃 首先来试试一家开了38年的 鱼丸专卖店 老板是在鲨鱼浆里面加了油葱酥 胡椒粉跟香油 所以这一颗颗小小的鱼丸 香喷喷又Q-Day-Day 曾经创下一天卖下3000斤的纪录 鱼丸新鲜有弹性 口感Q-软有咬劲 让人一口接着一口 嘴巴很难停下来 很Q哦 还会弹牙耶 很新鲜 很赞 鱼丸是院里的三宝之一 这家位在院里镇天下路的 鱼丸专卖店已卖就是38年 隐身在院里市场 在众多鱼丸店里 就属这家人气最旺哦 生意好的时候 一天可以卖出3000斤的鱼丸哦 好吃的秘诀就是店家特别选用 当地沿海一带盛产的鲨鱼条 拿来做成鱼丸 因为我们做的鲨鱼 做起来是吃的口感上 比较脆 比较Q 所以我们选用这个鲨鱼来做我们鱼丸的材料 所谓的鲨鱼条也是属于鲨鱼的一种 身长大约两三尺 肉质比较滑嫩 不过鱼饭卖的鲨鱼条比比皆是 一般民众可要仔细比较才能买到 船流不息的菜篮族 与热气腾腾的鱼丸 总是把摊味炒得抢抢棍 另一头鱼丸工厂 也是马不停蹄的生产 一天得用掉1000多斤的鲨鱼条 想吃到Q软弹牙的鱼丸 除了最基本的鲨鱼条之外 食材还包括香油 胡椒粉 油葱酥等调味料 新鲜馅烙的鲨鱼条 经过绞肉机形成一条条 又细又长的鱼肉 再透过搅拌机搅匀 同时加入调味料 就可以搬到店内烹煮了 原本呈现糊状的鱼浆 丢进鱼丸制造机里 随着机器发出规律声响 一颗颗鱼丸扑通扑通 依序成形 圆滚滚 被泡泡的外形十分好喜 接着老板赶紧将刚诞生的鱼丸 放进热水里煮熟 上百颗鱼丸挤在大锅子里 热烟夹杂着鱼丸香 呼鼻而来 令人食指大动 煮熟的鱼丸就放在店面最前端 一文旺翅上千颗丸子 等待冷却包装 准备运送给南北各地的老饕们 别说这些外地客 很多在地人每天都要来捧场呢 因为它味道不太多 还比较软 现在人家注重养生 所以大家都很爱来买 会Q 还不太软的 还稍微这样 软软的 还很Q的 我不要说了 毕业 每天都要来消费200块就行了 新鲜 然后口味很特殊 口味就会比较Q 吃起来比较会摊牙 这颗鱼丸如果拿来煮成汤 更能衬托它的美味 不需要再添加味素 鱼丸里头的油葱酥和胡椒粉香味 融入在高汤里 一口汤 一口鱼丸搭配品尝 叫人难以忘怀 因为很香又很Q 然后有那种鱼丸的味道 鱼的味道 很好吃 别加鱼丸吃起来好像感觉有那种 添加一些粉还是什么 它们家的吃起来比较天然的感觉 这盘金黄色泽 口感香酥脆甜 超有嚼劲的酥卷 也是店里的人气商品 所有的酥卷又叫做鲨鱼卷 因为里头的馅料 有选用鲨鱼条 三星葱 高山高丽菜 洋葱等多种食材 搅拌成粘稠状 包在饱可透光的豆腐皮里 仔细看看 老板娘抓起一大把的内馅 往豆腐皮里放 饱满的内馅 几乎要把豆腐皮给撑破了呢 将豆腐皮炸得酥脆 内馅清爽不油腻 不论是配饭还是当下酒菜 都是最佳选择 外皮很大 这鱼 这都自己 自己又 用新鲜的鱼 还要把柠檬皮放进去处理 吃起来很 很顺 很好吃啦 双鱼开始转 Q又香 外面很爽 里面很冷流 第一代老板原本是以捕鱼和卖鱼为生 后来才改卖鱼丸 一晃眼38年过去了 如今第二代 甚至是第三代 也跟着加入行列 继续延续着老一辈传承下来的假乡口味 满足每一位老顾客挑剔的味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